嗨,大家好,我是阿元,是个中华少年,现在在海外读书,和你们一样,我对中华文明充满了好奇和兴趣,我喜欢历史上的英雄人物,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,还有美食小吃。 可是,无论对于在海外,还是在国内读书的我们来说,我们该从哪里开始了解,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呢? 老家河南的叔叔阿姨们,告诉了我一个特别的线索,可以作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始发站。 而这个线索,每个小朋友身上都有一个,你猜,是什么? 答案就是,我们的姓氏,有英语说,就是family name。 姓氏,是全世界不同民族所共有的文化,它们不仅告诉大家我们来自哪个家族,更记载了源自我们祖先的历史故事。 姓氏的奇妙之处在于,它几乎可以带我们穿越历史,回到文明最开始的地方。 而我现在所在的河南省,正是中国姓氏的重要发源地。 我马上就要带领大家,开始一段寻找姓氏起源的传业之旅了。 我将穿梭于过去和现在,游遍河南省内十八座城市,去了解十八个姓氏的诞生。 不止如此,我还将和一位好朋友去拜访这十八个姓氏中,十八位历史人物。 他们中有将军,有科学家,有诗人,有发明家,都是中国古代了不起的人。 相信他们的名字,你一定听到过。 老家河南的叔叔阿姨们,还交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任务。 我将在拜访这十八位姓氏代表之时,也给他们讲讲当代中国的故事。 我们的科学和发明,进步与成就。 和先辈们分享骄傲和自豪。 听说,他们还会送我十八件神秘的通宝宝物。 都会是什么呢?我好期待啊。 那么,还等什么?让我们向老家河南全速前进,一同繁城,寻人,寻宝,寻幸出起源的穿越之旅吧。 Let's go! 什么?发布会直播已经结束了吗?我睡过头了。 我,我叫小河,我是阿元的。 哎呀,没时间了,我们第一集再见吧。 说好了,一定要来看哦。